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家常鱼块 简单可口 鱼 今天我们选用农历鱼 价良物美 方便采购方便处理 首先我们沿着鱼的纹路 一破二 然后走斜刀 走薄一点的就是鱼片 宽一点的就是鱼块 切好后 调底微鲜 料酒少许 盐适量 蛋清 如果这餐好 正好我会炒蛋 那么我会留一只用 否则 平时都会省掉 先抓一下 然后再给一点干淀粉 再抓匀再用 配菜油 黑木耳少许 泡发后洗净 撕小 青豆少许 一小勺淀粉 放水 细色成是淀粉备用 油少许 鱼 鱼 鱼 一块块 再油里翻个面 变色就可以 不要煎到金黄 那样会影响菜色 翻透 起锅先 那这条程序也可以用水煮的 在浑水里穿一下 看个人喜好 马上先放差不多一小碗的水 再下沫 这样不会爆 盖盖 盖盖 焖个几分钟 五六七八分钟都可以 开盖后 转大火 青豆下 那如果你用的青豆是速冻的 那水里要过一下才好 鱼块回锅 鱼块回锅 然后再调味 适量的盐 一丁点糖 掉鲜 最后 勾个薄芡 一边下 一边翻 这样一来 不会结块 二来可以 是可挨子 粘稠状了 就可以起锅了 装盘后可以淋一点麻油 如果家里有的话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